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5日 下午呢 收看了一下海外的媒体的一些报道 我们把目光转向世界 转向中国以外其他的一些国家 但是呢也是涉及到中国 今天看到路透社发表一条消息 讲到这个8月25号 美国已经批准了价值数亿美元的芯片 许可申请给了谁呢 给了华为允许华为购买 用于什么呢 视频屏幕和传感器等汽车零部件的芯片 反正没有芯片的话 什么都做不成 这个放松了管制 给一个小小的缝隙 这个事可是得研究 也就是允许被列入黑名单的华为购买 用于视频屏幕和传感器 等汽车零部件的芯片 该报道引述一名了解审批情况的人士的消息 说呢 美国政府呢 正在为其他可能带动5G功能的汽车部件 发放芯片许可 也就是说现在似乎是还不想给这个华为这个掐脖子一下掐死 还要给他缓一缓气 缓一缓啊 这可是一个很大的事啊 这个消息是我从发广的网站上看到的 他这样表述 他说话为一位发言人 对拜登政府这些购买美国芯片的许可 未予置评 那么但是他表示呢 我们将自己定位为智能网联汽车的零件供应商啊 也就是说这个要做这个生意还要做啊 这样就可以华为可以缓一口气啊 如果他所有的芯片都不让你进的话 那你这个华为就死定了啊 这个很有意思 他说消息人士说 在供应商获得授权 可向华为出售数千万美元芯片的许可 后华为啊 已经要求这些供应商再次提出申请 并希望将价值提高 例如增值10到20亿美元 你可见华为这个 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啊 这个既不择时啊 你再多能再给我点啊 就可见你看 这个美国的经济 不要吹牛啊 还是世界老大 中国还是在求美国 别看习近平吹牛皮 习近平他低能啊 就是他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不了解现在科技发展到什么水平 中国是有什么层次啊 他做出那些决策都是一种妄想啊 就是听信旁边的马屁井啊 你像刘鹤这样的人 他不了解芯片怎么回事 芯片不是开玩笑的 你在外面有个十年二十年 你不可能和美国就是说比拼啊 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不够啊 这还讲是正常情况下 发展正常 你中间要是发生战争 你就彻底完了 是吧 这个不是说你这个弯道超车 或者说你艰苦奋斗 什么发扬这个啊 这个 习近平昨天不到河北去了 搞这些陈子们烂谷的这些东西啊 能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啊 别吹牛皮啊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那套东西 已经不适应现代这个 这个日新月异的啊 这个形式了 这习近平这个人 他就是认识问题 地能嘛 所以这个华为知道 这些心理苦啊 还要提高到 十亿到二十亿 这显示 华为在该领域的 宏大蓝图 这是讲得好听的 实在是 饿得受不了 你卡我 我现在一口气都没有 总算你给我留一点气 赶快的呼吸啊 许可证通常有效期为四年 你不要忘了 四年以后 他还可以再给你吊销了 甚至甚至 甚至随时可能给你吊销啊 说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商务部不得披露 许可证批准 或否决情况 就有些告诉机密 不告诉你 什么原因 在现在行事下 突然间出台这么个政策 这肯定是大政策 不是个简单的啊 也就是说这个消息 不能详细机密 不能告诉你 并说 政府继续执行许可政策 以限制华为 获取可能损害 美国国家安全 和外交政策利益的商品 即软件和技术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 这个新冠来源的这个报告 苏联报告 已经指向了P4实验室了 武汉实验室 但是呢 没有更多的证据 不足以说明 就是发动一场 生物恐怖袭击啊 也就是说离这个 还强 还是比较的 证据还不那么足 那么美国就是要冷战 现在不能马上就开战热战啊 在这种情况下 还得放放你华为啊 让你别耽误你这个用于民用的这些设备啊 这是一个原因 我认为啊 这是一个可能性 因为有一种可能性 美国没有准备好 因为你这个如果出台这个新冠溯源报告的结论是你发动一场武器战争 那我肯定要反击 对不对 国民不能饶我 不反击也不行 你让我死了60多万人 我肯定要报复 你看个911和珍珠港是怎么发生的 是吧 美国的反应 美国这个国家不可能也有这口气 但是呢 现在没准备好 对不对 你说阿富汗这个事就可以看了 有些事你没准备好 这都连带着 不着急公布 先给你一个摸零两可的报告 放一放你 然后缓一缓 我先彻彻资 我准备好了以后再开干 这是一种可能啊 这个不能排除啊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就我刚刚讲的 回到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这个 无一泄露是个形成共识了 也就是说 他不是故意的攻击我们 他就是好大喜功 刚毕自用 没有本事 低能 判断失误 然后好大喜功 不愿意把信息告诉国际社会 瞒着导致这个大灾难了 或者就像那个杀人犯罪 有故意的 或者或者是这个无意的啊 就是过失法杀人 故意杀人 美国的那那那都是 有些有些另外的 称号啊 称呼啊 从法律上 美国的表述 其实和中国一样 那么你这个既然是无意的话 那你就 没有必要 就是说 马上要报复啊 他就放放你 放放你 当然觉得放什么呢 就是用于民用的啊 这不讲了吗 他这个给你这些芯片 可能客气含量不是太高 就是说 用于智能网联汽车的零部件 这一方面 还是要造福老百姓 你看美国这个很注意策略 它为什么表述是视频屏幕和传感器嘛 对不对 没有这个你汽车就完了 因为汽车也不是光是军用的 还有很多汽车是普通老百姓用的 而且14亿人口 这个市场这么大 美国的商人们也是 看这个大肥肉也是很好吃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这个市场的话 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以前都从中国这方面赚 是吧 你卖这芯片 芯片赚多少钱 是不是啊 这都暴力啊 我认为是这么几种原因 所以他现在 发布这个消息 那么 川普政策在2019年 将华为列入 美国商务部贸易黑名单 禁止供应商 在没有得到特取的情况下 向华为出售美国商品及技术 去年又加强了管制 限制向华为出售在美国之外 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芯片 就是川普那个时代 进行大的政治转变 转变的基本的认识 以前我多次讲过了 就是蓬佩奥在 这个尼克松和图书馆的会上的讲话 你讲得非常明确了 就中美的关系颠覆性的改变了 美国商头的心 就是说帮你 给你当着朋友 给你最后一个国代表 给你签订 让你加入时髦组织 帮你一把 付上成 原本以为你 这个想得能回报我 帮帮我 结果你现在回来证我 还祸害我 偷我的技术专利 还派一些学者 在这来搞一些 这个跌幅活动 这个考留学生 有很多窃取美国的 这个情报等等 甚至执法部门 还到我这来抓人 你看武汉部就是 那个检察院 检察官都到 人美国来抓人了 你看中共病毒这个 雕塑在那个 美国加州公园 公开就点火点着了 你看多欺负美国 美国上透了些 一看就不是朋友 你这个不值得交往 所以人家要整你了 整你人是分步骤 要是因为是法治国家 民主国家 不会那么极端 人家美国是用 一百个大脑 对付中共 习近平一个大脑 中共是赚着极限统治 所以习近平一地能 什么都完蛋 是不是 你看人家 这个相对来讲 因为朱镕基 温家宝 相对聪明一些 那时候就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中共斗不过美国实际上 但别看表面热闹 现在给华为就松松口 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开 也不意味这个报告 是认同来自于大自然 来自于动物窜约 我认为不是 还是后边两种情况 只是现在这个普及版 非保密版还没出来 是不是 但是从这个迹象 已经看出来了 好像还不那么 马上就开打 不至于那样 这篇文章就讲到 美国还以间谍 刺态一律为由 发动盟友抵制华为 将它排除在无际网络之外 华为否定这些指控 孟晚舟正在温哥华 软禁当中 等待法庭的判决 美国加拿大司法部 决定逃不过的 因为你这个事实是巨在啊 我还是比较中立的 我看了好多这方面 这个证据材料报道 我认为华为是很难逃掉 只不过时间长短而已啊 除非在中美脚量当中 军事实力最后的比拼当中 老共战胜了这个美国 那美国就在低头了 是吧 加拿大也得放人 这个法庭是胜利者的法庭啊 你也得承认啊 谁胜利的时候 审讯别人 审判别人 是吧 也不能光靠公平的正义 有的时候 你的公平正义 人也给你送监狱的 是不是啊 那我批评 薄熙来是批评的对的 是吧 但是最后薄熙来 还不是让我坐了五年大牢 是不是啊 这个事也是个事实啊 那么美国抵制这个 华为5G是对的 为什么因为华为技术 涉及到手机嘛 通讯这一块 信息这一块 那中共肯定通过这些网络 信息啊 通过5G技术 渗透了全世界各地啊 像这个粗角一样 就像那个 你看那个乌鱼 那个粗角一样 到处伸 伸到一定程度 那将来肯定整人家啊 窃听人的电话 信息啊 等等 一些微信啊 抖音啊 你又是从固别的东西 什么都 他都 什么坏事都都干 这是个政治制度造成 就是专制 政治制度啊 谁说了算 谁就可以利用这个线 监听别人 我给你举个例 就是这个 那个 这个 辽宁有个小城市 就有一个小官员 他打了打 他是安全局的 还是不是很大的官 就是副处长 他都怀疑他老婆有外遇啊 他就找那个 公安人员啊 就偷听他老婆死的电话 这个是过去 我做记者的时候 都是有名有姓的啊 我都听说的 那时候也 我也没完全反攻啊 那时候对于共产党抱有坏想 所以和这个体制的官员们交往很多 我这听当官的 最可靠的消息讲 你就可以看乱到什么程度 这种政治体制 就随有权 谁就可以监听别人 就利用这个电话线啊 挂个耳朵 听 听这个 听这个 整天啊 甚至有的安全局的特工 还通过听这东西做生意 他一听 哪个老板要做什么生意 他能赚钱 他匆匆做的 他自己亲戚朋友也做这个生意啊 他就去威胁人家 然后软硬结实 把那个生意拿到自己手里 所以 不过现在 统治下 大连国外下 有很多人干这个坏事啊 包括这个 整我那会儿人家这个 争一强啊 他老婆不做服装的 是吧 王辉权 王富全 这些林刚 彭东辉 这些人 就是无恶不做 都是利用这个安全局 这个 这个照牌啊 这个 搞个人 就叫安徒陈仓啊 这是政治体制决定 谁有权 谁在这个领域里就能 就胡作非为啊 谁倒霉了 谁就完蛋了 所以为什么人家不信华为啊 如果这个不是说华为 这个技术不好 这个技术还是很好的 而且 他的成本很低啊 应该讲 他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 但是你不能用了 因为什么 习近平搞得到东西走回了文化大革命 那个极左路线了 如果他朝前走 像温家宝那样是吧 最起码往民主的方向走 像汪洋在广东 乌坎那时候搞的 大方向是普世价值 那任美国就放心了 是不是啊 这没有办法 除非习近平辞职以后 或许啊 真是坏了人 也可能 会比过去好一点 重新改革开放 这是另一个议题的啊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